大家好,你们大家好,感谢收看三号大叔为您带来的多套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2023年DPC联赛西欧赛区第一赛季 Liquid对战GD的比赛 那现在西欧赛区的比赛也是快要进入到尾声了呀 那么已经是最后一个比赛周了 这周结束以后,那么西欧赛区所有的比赛就都打完了 目前的一个积分情况呢,最乐观的无疑是Liquid 因为他们已经锁定了一个出现的席位 之所以这么早锁定是因为他们在前五场比赛当中是全胜 而且他们甚至连一个小分都没有丢过啊 这个队伍就可怕的有点离谱啊 他们现在的大分是5-0,小分是10-0 五轮BO3全是2-0战胜的对手 而且他们在最后的两轮比赛的对手里面来说的话呢 Liquid还剩下的对手一场是今天的这支GG 另外一支是OG 从这个两支队伍的一个表现来说 我个人并不认为他们能够对现在的这支Liquid造成任何的威胁 当然了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Liquid可能会有所保留的 不去把自己最强的一面展现出来 你一下这个位置做了一个骗人插眼的这么一个动作 就是假装我走到这个位置过来 然后呢去骗你让你以为我在插眼 但实际上他现在连带眼的格子都没有 视频为什么不录BP环节 因为BP的时间大概有15分钟左右 如果从头开始录制BP的话 这一期视频的视频尺寸大概会多一个G 上传起来会非常的累 比较容易出现上传速度过慢这个情况 加速模式可以上高波卖掉眼能坑真眼 对加速模式确实可以 正式模式的话 一般我是一般我在骗对面夹眼的动作 我给大家说一下吧这个这个操作以后 大家其实可以试一下有的时候它是它是有用的 哎这边一上来是排了一个眼 这个操作它是有用的什么呢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到这个地方来转一圈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身上带着眼在这转一圈 然后这个时候你把眼扔到树林里面 然后出来再转一圈 有的时候你就可以骗掉对方的一个真眼 这块一个天火啊漂亮 妮莎的这个天火给的时机啊 这个就是对于游戏理解的一个进化 就大家看这个天火你就能看得出来 就是对于游戏不断的一个理解的加深 和对于一些兑现的一个思路的变化 以前大家用卡尔的天火 都去直接给天火补刀对吧 然后呢对面的人就发现 那既然你用天火补刀 我就直接去分摊一下 分摊完了正好你打不掉 我再来一个反补 然后卡尔就变成了把这个兵线的血量 给它压到一个非常非常低 然后配合兵线的平A 正好可以被一个分担后的天火去补掉的情况 我再去什么天火 这个就是比赛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对线的一个进化 到包括对游戏理解的一个不断的一个进化 为什么说对于游戏理解这个东西 就随着就现在的版本跟以前的版本 包括大家说现在谁强以前 跟以前的某某选手比起来 我说这个东西没法比的原因就在这 因为游戏的理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时候米开的大胜 这场比赛 Liquid这边给米开拿了一个大胜 然后再上路去兑现对方的马格纳斯 以及一个拉比克 其实这个大胜拿出来有一部分的原因 可能是为了防止对方打三号位的军团 然后去打一个大哥位的马格纳斯 或者是辅助位的马格纳斯等等这种情况 为了确保大胜的这边能有一个限优 或者说大哥位这条限能有一个限优 那至于下路这边呢 军团他这场比赛的任务其实蛮重的 军团是需要去升级的 他不能说自己扔着等级完全不升 他肯定要至少在对方的玉母蜘蛛到六级的时候 他应该保证有一个四级左右的等级 然后在对方玉母蜘蛛把小蜘蛛的数量囤起来之后 他需要升到五级 这样他才能够对对方的玉母蜘蛛形成一个足够好的压制 哦 银三界这个位置没了 马格纳斯配合拉比克这个二人组简单粗暴 简单粗暴这个东西不用多介绍吧 我觉得拉比特一个举往回扔 然后马格纳斯呢给上一个推 如果马格纳斯不放心还可以再给上一个拨 拨一下然后再推 然后这样的话保证能把对方推回塔下 但是我个人更推荐的操作是拉比克举完以后直接推 推回塔下以后用波来拉一下对手 然后呢去给对方减速 这一波又是一个 应该跟我说的那个差不多的一个操作 看看还差一轮合击 哦 72遍平A吸血 米开这波修起来了 哦 漂亮漂亮漂亮 给大家回看一下 这个应该就是 帐路就要看绝 然后直接推到塔下 然后马格纳斯一个波拉回来就这样 非常非常教科书一个的一个操作 非常非常教科书的一个操作 就是用这个波来增加对方被防御塔攻击的刺鼠 不要用它用来定位 因为拉比克的定位就够了 如果拉比克的定位不够 那说明你们两个人的配合不够娴熟 那再练一会 这样由军团轻小蜘蛛吗 这是什么说法 对 他在对方一选出来玉母蜘蛛以后 他直接一选了一个军团 就是为了去针对你的玉母蜘蛛用 但是在后续的BP方面的话 他发现自己的这个阵容 并不适合用军团去打三 选择是让军团来打一个辅助 当时在BP的时候 如果你看我解说BP的话 我当时不是还说了吗 我说其实我个人的建议就是 不要用军团打三后卫来针对玉母蜘蛛 直接把他摆到酱油上 反正你也就是用一个压倒性优势 而且军团这个英雄打三 一旦你的前期对线不顺 你没有办法去积攒起来自己的攻击力的话 你这个英雄打着打着就很废了 就没有用了 就完全变成了一个酱油 那我不说打一开始就把它 就选成酱油 就完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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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美现在的这个 赛美的这个审美 我跟你说真的 赛美的审美真的绝了 好 这边一门之多 开启自己的一个技能 这个压倒心路是好疼 军团在前期打小松鼠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小松鼠必须要去捆他 小松鼠如果捆的是他的队友的话 没什么用 辅助军团百分之百 就是一个主升压倒心优势 负点二技能强攻的这么一个军团 被动完全不加 或者至多至多至多 实在不知道点什么了点一级 但是大概率是不加的 因为没有用 对他来说就完全没有用 他也并不 这场比赛他也并不具备 说我可以追着对方 这两个对线英雄 去追着对方 跟对方对A的这种机会 是没有的 说晚上好 晚上好 用了卡尔打TS的这个对线的话 按照妮莎的基本功应该不用担心 虽然是火卡 但是也不用担心 如果加速神符的话 大树要赶紧走 大树赶紧回塔下呀 不要吧 哎呦 这个大树 没有 那这波应该是没了 斯雷达地也可以上 哎 斯雷达地怎么空啊 这怎么能空啊 这个斯雷达地 二级的斯雷达地 贴身放居然能空 那就没办法 那就没办法 大家可以注意到 这场比赛这个军团 他脱离这个兵线的时间不长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这个冰线上面 一直在蹭 这个跟现在很流行的那种 就是我把对方的酱油拖进野区 然后让大哥快速升级 这种打法呢 就完全不一样了 就是因为这场比赛 他是有升级任务的 他需要在对方的运猪到 不能跟对方的运猪差太远 或者说更准确的说 他的强攻等级要够高 这还没说完 就被那方Boxy给单杀了呀 血量太低了 让Boxy找到机会 看一下米开这个血量是真的低呀 打两层 大树这里给上一个树点 再加一个集中种子 奶一波 米开可以把自己的状态 回上来一下 这里一棒子敲上去 补个刀 然后再消耗一下对方的血量 开局我们可以看到 Liquid在整个对线下来的 一个效果来说还是不错的 上路A4这个选手 也确实对线基本攻势真的好 配合拉比克 两个人在上路是成功的 去领先了对手搭胜的经济 这个挺不容易的 对一个近战英雄来说挺不容易的 而且对方这场比赛还有一个大树 在旁边给着树甲 给着集成种子 来看看这波 小哪家捆住 漂亮 英雄之鲁接着追着咬 小哪家开分身 有没有技能了 好像没有了 小松鼠在等自己下一个技能 这块一个强攻 给到了小哪家的本体上 小哪家这个时候 开始拿自己的幻象去 哎人还行 消耗了这手一波 自己的血量有点低 军团压倒行方式 给上一发 对方的小松鼠已经升到了五级 那前期在下路的这个对象 来看的话 仍然是 Liquid技高一筹啊 这些人 个人实力方面 感觉Liquid对于GG 是有着优势的 当然这个也正常 因为Liquid这些人 现在确实是 全世界最厉害的一批 一批个个人 各个位置上都是 全世界最厉害的一批个人 刚刚Boxy中树骗了 补刀斧的CD 大叔回看一下 嗯 Boxy中树稍等一下 我现在现在没有机会 我看一下这一波 对于军团的这个压制 哎 举一个捆 直接一个捆 漂亮 Boxy刚刚刚中树 骗了补刀斧的CD 我看一下 看看是哪波啊 再往前吗 先不看了 我觉得我这个翻的话 又不知道翻到什么时候了 看不见了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 哪个时间 因为有直播的延迟 妮莎就得给上一个极冷 不过这个极冷给上的话 收益一般 对方位置已经比较远了 卡尔就是之所以 用极冷去作为游走 或者抓人技能 更多是冰崖卡 就是因为 火卡给到极冷的时候 往往离对方太远了 他给到这个极冷的收益并不高 除非对方是一个短手英雄 你在对线的时候 可以离得比较近 然后给上了 带着自己的火而一起A 想大家被打回家那次 对面往对面 卡下往回走 被截住了 挂机军团 这大哥真的难受 挂机军团 军团这个英雄 作为辅助也来说的话 军团这个英雄在前期 是需要去A人的 就是辅助也军团 是需要去A人的 但是这场比赛 他没去 我估计他们可能 这个辅助也军团 可能并没有练过吧 这块小松鼠的一个GOP 漂亮 Foxy这块直接是捆住 配合卡尔的一发天火 然后足以攒满了一个G 基本上是最高伤害了 已经 这个伤害确实有点厉害 大家说评价一下 我38岁 打1 2 超凡4水平 能不能40岁之前上冠决 肯定能 没问题 没问题 你这超凡4了 你上个冠决 对方的下毒一塔 被快速的清掉了以后呢 GG也是果断的 把对方的上毒一塔 赶紧给他拔了 要不然的话 刷钱空间会受挤压 这块也放 也不跟你较劲 反正我这个阵容 现在跟你抢手都要一包手 主要是有一个军团 在这个地方骚扰 孕母蜘蛛的话 孕母蜘蛛没法长期的 在对方加优势路野区站着 你看这个军团 马格纳斯过来了 军团正在往上赶 军团在往上走 我听到了一个压倒行优势的声音 不过好像压掉的小蜘蛛并不多 因为刚才这个位置 再面也是明显的 把小蜘蛛分了两堆 有一堆先走 有一堆后走 这场比赛 三号位 马格纳斯的出装 他走的是一个 梅肯大鞋的路线 那这样军团就不需要 去出苦衷装了 当然他也出了一个秘法鞋 出秘法鞋的话 还是为了让自己 在正面战场 稍微再多一点作用 而且压倒行优势能放得更多一点 还有就是目前他们选择 给这个军团让了很多的经济 我在怀疑他们是不是打算 让这个军团出跳岛打先手 但其实没必要 拉比哥是偷了个天虎 天虎也能偷到吗 我的天啊 他说你多大了 要不叫你哥吧 你不要叫哥 哥这个称谓其实 他不太好 我个人觉得叫我这个名字 不太好 你就不知道叫我什么 叫我三好就行了 没事 就随便叫个名字 叫小三也可以 叫亲爱的 叫宝贝 叫老公 都行 都行 我 我不跳 好 天安斯这块开大 直接看到所有的小蜘蛛 军团决斗 卡尔 利用偷到的卡尔天虎 漂亮 利用偷到的卡尔天虎 帮助军团拿到了一个攻击力 这个就有意思了 小松鼠 这里 这一个小蜘蛛的反应速度很快啊 宝贝 过来以后一中树 小蜘蛛估计提前就已经点好了自己身上的这个 布朗弗 疯狂的在那个地方 在自己身周围点 就是你出来的一瞬间 我对布朗弗的生效 这里大树 给一个大招 盯住 再加一棒子 卡尔过来给吉隆 马格纳斯这块 假装想放个大 假装想放个大 我想想这个大招 他如果真放出来 如果是放出来 之前 对方没有把他急杀掉 还剩个一百血 他没准还真跑了 大招放完了以后 然后直接自己扭头一拱 不要把对方人带过来 现在团队经济呢 两千多块 五比二的人头数 Liquid在前期的一个对线 可以说打的是相当的成功 三条线都很成功 当然话说回来 GG能看得出来 这个队伍的实力是有的 如果换成 实力稍弱一点 队伍的话 就按照这个对线 这15分钟 这几个英雄 那这个经济潮应该不止2000 看一下小男嘉雷 这几开大吗 大树这波是没有大的 只是靠着大圣加上卡尔的技能 再加卡尔一发天火 完成了击杀 这个军团让了他这么长时间 经济 这个军团的经济 仍然很差呀 装备上来看的话 它是一个密法鞋 加上一个正在做的推推 下路这块呢 军团是压倒行优势 nice 再没这样的比赛 真的是被这个军团恶心的够呛 虽然他的经济之前一直是第一 然后这段时间被点金手的卡尔给抄了 但是呢 之前他的经济是非常非常好 不过被对方的军团一直在单人跟着你 到处坐眼 然后跟着你 你在那打野 我就过去给一个压倒行优势 打一会儿给一个压倒行优势 他说奇迹哥现在哪个队 奇迹哥现在没有队 奇迹哥目前在半退一休息状态 而卡尔急冷给上 最后一个推波 没用上 还是被再没完成了 这个击杀 卡尔这个推波 这个没推着 刃头实在是太亏了 三百兰这就没了 大兽在树上 看个对方这个开悟过来的位置 真家眼在这个周围 米开在这个附近的话 他这波开悟放弃了 自己家在这个周围是有防守的 真家眼的 所以能看到对方的这大概的一个情况 看看马格纳斯 这应该是马格纳斯的跳刀第一波 这个开悟 这里马格纳斯跳 一个顶没有中 那尴尬了呀 比这个跳刀第一波 白给了呀 不要放大 这个大招肯定是不放了 A4这波被A4以后 其他人能不能跑得掉 小松鼠这里中收 乒乓球 小蜘蛛跟上来给合计 压倒行优势并没有能够清掉 卡尔一发吹风 非常短的一个吹风 但是刚刚好能够中 这里小松鼠一个G被对方偷了一个G 不过影响不大 还是完成了一个激战 利快的这个进攻 怎么说呢 这波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吧 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就是GG的选择 在他们能够获取到的所有的信息范围之内 他们的所有选择都是对的 从他们的视角出发 他们的所有选择都是对的 都没有问题 但可惜在哪 可惜在他们动手的那一瞬间 正好是对方马上要破误的位置 这个属于是一定程度上属于是一个运气因素 当然是马格纳斯那个空顶 马格纳斯那个空顶确实是 没发挥好 或者是说对方跑的实在是太快了 想空顶一个用植桌确实有点难 这块看一下撕雷大地给上去 那次啊 这里拉比道偷了一个捆 漂亮 小松鼠这个捆是好精 哎 天子这个地方树林里面发现一个小可爱 哎 一个捆捆住 漂亮 哎呦 拉比克这个拉比克玩的很不错 拉比克玩的是真的不错 偷到了这个捆以后 拉比克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完成 对大部分英雄三分之二 左右血量的一个压制了 难道入9比4 从整个 这个经济的走向来看 呃 其实对于GG来说 这场比赛越往后越好打一些 因为首先TS是不怕大胜的 TS是完全不怕大胜的 然后玉米蜘蛛这个点 他对于对方的TS 也够不成什么威胁 然后对于对方的小两家也够不成什么威胁 这个小松鼠 啊 这个小松鼠的捆 没捆到对手 可惜啦大胜这个大招给出来 拉西克这边给对方带走 被给上一个急冷以后 大胜的一个大招确实不太容易走出去 主要也是因为目前拉西克还没有BKB 他现在飞鞋加血精石 等到BKB出来之后 这个拉西克就会舒服很多 只要人够多 他甚至可以不出对方大胜的大招 我就在里边跟你打了 也没有问题 塔尔这块一个急冷给上 一个陨石丢出去 这个推波并没有选择接 小那家开大 大树这里给上一个藤蔓 Ace有点尴尬 这跳楼用不出来 但自己小那家被卖了一样 小那家这边开分身 接着往回走 但是跑不掉 被利快的压制的有点惨啊 这场比赛 利快的突然间卡尔开始主动出来去带节奏 他们这个阵容 讲道理的时候 这个卡尔 只有三级的雷的情况下 去带节奏难度挺大的 但是每一次都能够让他们有效的抓到人 蒙马大招差几秒的CD 而且刚才大树的那个藤蔓给的很关键 大树给完那个藤蔓以后 马格纳斯就上不去了 他没有办法马上再回到那个地方去打 这波马格纳斯有大 看一下 这个马格纳斯进来一个波 哎 完了 这波卡尔陨石推波 马格纳斯放了一个大 但是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小松主一个人在这个高台上面 吸引了对方其他所有人注意力 GG这波团战打的脱节了 严重的脱节 他们的想法我能理解 他们的想法是马格纳斯进去以后 把人大出来 就是大住以后顶出来 顶到自己队友结合的一个位置 但是他大进 他这个进去以后的那个位置很难受 他身边有一个 然后外边有个卡尔 大胜特别靠里 等于他如果想大住两个人的话 他要往前走 但是他被给了一个集冷 他走不上去 这波就是马格纳斯非常难受的一波 然后队友第一时间没跟出来的话 他的唯一解就是把对方大住以后 推到TS的身边 然后TS在击杀掉小松鼠的 同时能够去马上接上伤害 只不过没有做到 利快特刚才这波打肉山所有人的一个站位 是相当的 相当相当的牛 这个大棒子给到漂亮 卡尔过来 技能给上 接一个磁爆 大胜也是不省技能 大招直接甩出来 省得你救 卡尔在这个位置就是一发天火给上去 对方的一个推推 好在是并没有把大胜从树上弄下来 看个大胜下来 以后一线两线三线四线卡尔一发平A 有没有急冷 不需要了 在美直接一个复化蜘蛛吐出来 卡尔再给上一个吹风 加上冰墙 非常简单粗暴加经典的一个双技能组合 大胜这块砸下来以后 直接跳回去 哦呦 米开的这个大胜 操作有点丝滑呀 你别说 虽然米开不怎么用大胜这个英雄 但是这么看来的话 他应该是没少练 只是以前比赛的时候 没有人给他选 小松鼠单防三人 那周卡尔13200 像大家已经刷到了12290多 马上12300 但是TS的经济目前一般 而且BKB现在还差的比较远 这是这场比赛 现在Liquid可以肆无忌惮的去进攻的一个主要原因 如果TS里边装备好一点的话 他直接可以开始BKB去往后走 就往前顶一下的话 那对于Liquid来说就比较难打了 还有就是这个辅助位的军团 辅助位的军团到现在为止 他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一方面是对方的语之多 对于他的针对做的比较好 另外一方面是整个局面上 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劣势 比较明显的一个劣势 所以你让军团这种 军团是个顺风英雄 他打不了逆风局 如果这场比赛是个三号位军团 这场比赛现在的场面只会更疯 真的只会更疯 至少他这个三号位马格纳斯 针对玉母蜘蛛这个英雄 现在的一个 就是为什么 我跟大家说 为什么现在玉母蜘蛛特别不好针对 能够有效针对玉母蜘蛛的几个英雄 船长 马尔斯 军团 目前就这仨 然后呢 这哥仨 船长和马尔斯是太弱了 马尔斯是纯纯的被削了 太弱了 这里马格纳斯顶回来 看一下军团的决斗 给上 队友的输出 打得好慢啊 完全打不死 6英雄之多 大树的树甲 宝珠 小男嘉选择开大 但是大胜开启了BKB 往前赶人 往前赶人 然后趁着这段时间 正好再没把自己的血量给回上来了 也就是我还能留 小松鼠一个捆 捆得不错 这个绝 Nice 百步穿扬 卡尔一发陨石丢出来以后呢 对方这里投了一个陨石 卡尔再给上一发推波 大胜上树 赶紧下来 看看这里偷到的陨石 往前扔 还是打不过 大树给了一个大招 定住 卡尔再开BKB 转身去A对方的TS TS开着自己的血型石 吸了一波 但仍然没有扛住 这个时候转身 还剩下一个小男嘉 所有的人都过来激活 这个压倒性优势啊 好疼 急冷给上去以后呢 小男嘉仗着自己身上 是有一个弩心 比较能扛 卡尔手里面好像是没有切技能的CD了 并没有放冰墙的机会 这样的话 对方的小男嘉并没有死 小松鼠被对方网了一下 压倒性优势 给一手 决斗给上去 但是这个伤害好像有点低 没打掉 居然在决斗的时间里边 马格纳斯呢 这里给上一个不过 然后给一个转头大 转头大完了以后 有网没有 有 nice 留住一个玉姆蜘蛛 还行 还行 但是玉姆蜘蛛这个肉山盾 交的是真值 肉山盾还有三秒钟 然后他交了个盾 然后顺着王跑 马比较举一下 卡尔给上一个吹风 掩护成功 大树的竖甲 漂亮 贼快的这个相互的掩护 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这个肉山盾有点可惜 GG感觉对于肉山盾的这个计算 稍微出现了一点点的不精确 因为在肉山盾生效的时候 还剩三秒钟 这个肉山盾就要自动消失了 而且当时玉姆蜘蛛的那个位置 也不太可能跑得掉 现在人都数十七比六 液体领先着七千加的一个经济 而且最关键的就是 现在的这只液体 它最厉害的点在哪 而就是它的进攻让你会觉得 就是张弛有度 很舒服 就是它在该进攻的时候就去进攻了 它不是说我特别盲目的去玩了命的进攻 而是我该去进攻的时候 我就正好再进攻 作为上帝视角来看的话 你就觉得它们好像开了上帝视角 一样的一个感觉 这个是液体这支队伍现在很厉害的地方 这些热门在Dyer's Top Tower 这很棒 天安玉姆之多 身上是笛子加上大鞋 下一个装备应该是要做BKB A仗 他不做BKB 所以A仗 卡尔地瓜跳刀 吹风 两个冰墙的位置放动并不是很好 对方直接顶走 但是对方给了一发天火 但是对方并没有人在那个位置 看看 一个局 这个局局到了 然后对方两个退退连续的去救 救下来以后 但军团怎么办 军团被留了 小哪家赶紧开着自己的大招过来去救一下 还好 还好 不过因为这场比赛经济实在是咬得太紧 而且小哪家往上追很不容易 所以也没有富裕的钱 让他去买魔精 这个倒不是说魔精没用 而是说这场比赛而言 想大家要做的东西太多了 他现在确实腾不出手来 出一个魔精这样的道具了 卡尔地瓜一发吹风给出来 然后再加急冷 自己开灵灵迅捷 追着对方A几下 维恩现在是没有蓝了 卡尔地瓜再给一发天火 这个天火并没有中 一分之处跟过来 这波拉西克应该跑不掉了 直接一个网扔进去 再加陨石 最后一棒子 想拿一个人头没拿着 还是妮莎拿到这个人头 现在中路塔和下路塔都还在 只丢了上路一个一塔 但是对方目前的话 也还剩三个塔 防御塔数量上面来看的话 液体领先的并不是特别多 但是问题在于就是液体 现在的情况是 他们只要想拿就可以拿 这个就很厉害了 跟团这边一个推推 卡尔吹风风落 要是大兴直接A死 然后这边小拿家的本体 再跟大兴队A一个推波 全体脚蟹 尴尬了 石头人今年本体今年还行 可以 这大兴砸下来 出出 还一棒子 这个爆发 直接把A死给秒了 直接把A死秒掉 液体之后液体怎么就进化了 就因为妮莎来了吗 对的 妮莎现在的这个状态 我个人感觉 我觉得就妮莎现在的这个状态 说她是 就是现阶段的 现役到她第一人 反正我个人是没意见的 就以我个人而言 我没有意见 这块小蜘蛛 又是被对方的军团 过来给压倒牛肉室 直接清理掉 这块马格纳斯 哦哟哟这个地方差一点点啊 这块留了一下对方 两个TS 两个推推 又是 又是拿推推救下来 还是给了一发灵弓迅捷 到女开身上 拉比克偷了一个大胜的大棒子 这个技能汉马还是稍微有点弱 只能作为一个控制来用 爆发实在是没有 看看这里大胜 砸下来 对方底推推 走一下 这个捆 捆到两个 对 走了 这边走掉了 那时候请问你这样播比赛作息是怎么调整的 白天睡觉呗 下播以后睡觉 睡到下午起床 在这边 他说有没有Nisha的第一视角推荐 Nisha的第一视角就是 我这么跟大家说吧 我最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做Nisha的第一视角的原因 说出来可能大家会觉得 就是有一点点的这个 有一点点夸张 但是我很长的时间没有给大家做Nisha的第一视角的原因 是因为 我觉得他打的那么好 就是应该的 我觉得他打的那么好 就你应当一个份的 好看一下这里 直接秒掉对手的军团 看28吹风吹到 这里落地以后 把对方的BKP骗出来 漂亮 骗出来以后哥几个就撤 骗出来就撤 然后等你的人上来 等你的人上来 你BKP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那我再跟你打第二波 大神明放着就上去 卡尔直接磁爆 留住了对方想上来搞事件的一个马格纳斯 那这样马格纳斯就被击杀掉了以后 我哥几个就上来追人了 扯刀 扬刀 对方一个推推 然后再等你第二个救人技能吗 没有 已经追不上了 有点黑了 就是现在做Nisha的第一视角 就是素材 我可以简单的说一句 就是要多少 有多少 按照平常我给大家找素材的那个标准 要多少有多少 但是我觉得Nisha打成这样应该 对 这边又是一个跳羊 杨柱 先抓对方的军团 这个能救人的家伙 先给他处理掉 没毛病 大神过来跳刀 一个缠绕之拳 打上去 向他家开大 然后TS 把他打下来 哎 漂亮 他跟打下来以后 你们就没个配合嘛 你这打下来没用啊 这打下来相当于 大神这边BKP开起来 大神 嗯 开起来以后 直接开始把自己血量吸回来 转身 侧向一望子 留住对方的马格纳斯 然后打成一波风波杀路 对方 五人层面 没有人能够让这个大神暴走了 没有人能够让这个大神暴走了 那这样的话 比赛应该就可以结束了 可以结束了 他说你这么直播 怎么做到平衡工作和家庭 有时间陪老婆孩子吗 不直播的时候 大部分的都在陪老婆孩子 直播就是我的工作呀 拉西哥踢太早了 你可以说拉西哥踢太早了 也可以说是小男嘉关太晚了 你明明是拉西哥把他踢下来以后 小男嘉直接关大招 哥几个一顿集火 就能把这个大胜 就算是一波秒不掉 你也能打个七七八八 结果都把他踢下来了 然后小男嘉大招没关 小男嘉没关大招 然后哥几个看着对方 从这个悬晕的状态里边解除 回到睡眠的状态 这个就很诡异 那这样这里一棒的先手 然后接一个跳扬 对方的军团 军团好像不在 那这样的话 TS只能为了开启BKB 开大招 比斯利大地 卡尔直接一个天火给视野 再加平A上去A死 然后再留住对手的小男嘉 几个给上最后小男嘉 这边开启一个分身 但是被对方马上一个大爆子敲掉 再想撤退的时候 被对方的小松鼠 直接一个捆捆到树上 然后再加上大攻头大招 A掉 拿掉这个人头 拉比射 这块偷了一个大胜的上述 军团也被留住 只期 这样恭喜Liquid 在双方BO3第一场比赛当中呢 这个确实是实力太强了 真的是实力太强了 现在这个队伍 那我们稍微休息 一会儿带来双方BO3的第二场比赛 我是藏伙大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 不要收藏内容的频道 咱们稍微休息 下场比赛见